hello大家好我是momo 我要讲是homo hello大家好我是momo 过年前大家应该都很忙吧 然后有人跟我一样就是一脸卷容吗 过完年了还是要跟大家拜个晚年 新年快乐 然后呢终于让我等到过完年了 终于可以好好的让我这个卷容可以提起精神来 在我的眼神没有精神的时候 我都会使用我的小秘密 就是帮我自己的睫毛做脚蛋白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找别人帮我用 所以我只好自立自强咯 现在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什么自己在家DIY做脚蛋白咯 什么呢 今天是说这个啊 你不用拜拜啊 你就吃吃吃啦 一开始我会准备酒精 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器具都有一些细菌跟灰尘 但是它离我的眼睛太近 所以我会拿酒精起来 把我所有今天要使用到的工具都做个消毒 如果不卫生的话眼睛如果细菌感染 就会很容易长睁眼哦 导演已经想说为什么我要擦那么久 我觉得我强迫症 然后我所有的工具啊都可以随手可得 这个就是在那个包牙或屈臣市买得到的睫毛胶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消毒自己的手 然后我就可以回家了 接下来因为我上班的时候我有上妆 所以我现在要卸妆 导演你记得帮我用滤镜哦 不然我会杀了你 然后我要开始了 首先会使用垫片 它就是要黏在我的眼皮上面的 所以我使用的睫毛胶就是我会先试在我的脸上 它会黏上去之后就长得非常奇怪 很奇怪吧 然后接下来啊 我就会把睫毛胶涂在我垫片的外层 因为我要固定我的睫毛 然后这个睫毛胶其实不是我最爱的睫毛胶 因为我最爱的睫毛胶是在保牙买的 就是这一罐 但是如果你们买得到的话 它真的很好用 而且它超便宜的 因为它可以很快速的把睫毛粘上去 重点是它很好写 正通常粘完第一只眼睛之后第二只眼睛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黏不上去 好由于我呢是非常敏感的眼睛 所以我会边用边哭 我还是呼吁大家如果没事不要找事做 花钱请人家帮你用就好 因为第二位非常的痛苦 你会边用边流眼泪 当然我可以直接下班吗 接下来我要上药水啊 就跟很多发一样 我还是不推同大家自己在家用 因为其实蛮危险的 而且眼睛很酸 会一直流眼泪哦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 我也可以帮你们推荐 一般价位的话大概就是700以上 2000以下 然后如果是某某的话就是无价 某某没有在帮别人烫 谢谢 千万千万不要来找我烫睫毛哦 因为我绝对不会帮你烫 因为我好忙 我上班都快忙死了 还烫睫毛 就是一条棉条 让我的睫毛不会弹上来的棉条 随便一块布都可以 但要干净的 因为我的睫毛啊很调皮 跟我的人一样叛逆 他一点也不会听我的话 我把它黏上去 黏了老半天 他还是会给我弹下来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把它黏上去 所以我就拿我们公司的棉条 这样也会预防你的药水 不会往眼辟地 然后黏完这个棉条之后 我还会去叠一层药水 然后还要跟你扎实 每一根睫毛都有上到药水 感觉这样子抬头 比较不会有松下巴 我现在在停一季的时间 然后因为我的药水比较温和 因为我本人比较敏感 所以我的药水时间要拉长 所以要停20分钟 那我先睡一下 好的 在导演 还在滑手机的过程 我已经把第一季卸完了 他只要把那个棉条拔掉 然后把它往上拆它 它就掉了 接下来我就要上第二季了 然后使用的方法 其实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时候会比较好黏 因为你的睫毛已经完全固定了 来到这边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勇气很佳 眼睛都还是可以睁开的喔 但要非常的小心 很小心翼翼的把药水伸上去 因为我之前啊 曾经有把药水弄到眼睛 我真的是哭着叫妈妈欸 妈妈还不来 然后我是非常浪费的人 我都会把药水 然后涂得很满很满 因为我生怕我这一次用完 然后竟然没有卷 然后竟然没有卷 我就会觉得很痛苦 因为我还要再面临第二次 这样子的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呢 眼睛都要真的特别大 药水才不会跑进去眼睛里面 对耶 我们可以计时20分钟后 我就自由了 不是是你就自由了 几分钟后 好了 我的眼睛也差不多快受不了了 我要把它卸掉了 我不管 不管三七六十一 其实时间还没到啊 但是我很想卸掉 首先呢 因为我用睫毛膠 所以我要用眼唇卸妆液 然后还有一般的卸妆棉 这个卸妆棉呢 是我在去城市买 我当初只是觉得它的粉红色很漂亮 所以我就买了 很无聊吧 但是这个卸妆棉的质地 我不是很喜欢啊 既然都买了 还是得把它用完 所以我就会用在放睫毛的时候 然后现在要把胶给融掉 你觉得我眼睛中中有什么 很帅啦 不然你啥子弄得够感到 今天是你拍了这一部影片 然后素颜见大家 我们粉丝已经没有很多了 应该会掉哦 没关系啦 我素颜没有皱纹啊 就是没有眉毛嘛 眼睛还是一样很大啊 没关系啦 长得比我漂亮的人太多了 导演自己说要拍的 啊拍这个就要素颜齁 化妆以后再见大家 可以不要吗 化个妆还要十分钟 卸个妆要十五分钟 你不知道在哪里都在睡觉 都有的妆眼啊 没有关系 导演会帮我化妆 他会记得帮我画眉毛 要记得开滤镜哦 结束了我现在眼睛非常的漂亮 也精神多了吧 虽然我素颜 但是我炯炯用神 喜欢我们的人要记得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走开啦